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年度总冠军 开极拳 对 这是暴腿筛 小心拿对选手的万关节的损伤比较大 对 转身后摆 黑方率先要小心一点 集中精力 连续四个照面建议倒地下泪 这一脚 这一脚非常的重 三岁金的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八十六公斤啊 整个一脚把体重八十六公斤的人踢起来了 踢起来了 同方王战军他的全腿摔啊这种方方面面的技法相当之全面 对 这个比较全面 但是不知道他的身法和步伐怎么样 所以黑方可以去从这个方面都打打一些游击战 对 第一回合结束了 苏老师您怎么看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表现 第一回合呢 这个因为黑方和红方啊 全是过大 那么王战军从技术上从体力上都比较战效封 体重两百斤 对 比红方要重个近三十斤的体重 是不是 比黑方啊 另外在第一回合 和红方王战军有没有暴露出您觉得一些问题 其实问题是有的 嗯 你比如说像这个 他就很危险 嗯 而且对方踢腿如是过高 就有很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这个这个这个机会 第二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 对 啊 黑方能不能有所起色啊 尤其是在这个身法步伐方面 啊 王战军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手 对对 在这个立台上啊 见识了他的重拳重魁 但是从来没见识他的灵活的步伐 对 所以黑方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机会 对 发挥自己的优势 是 走起来走起来 哎呦 哎呦 嗯 刚才其实这个超腿黑方仿佛捕捕到了机会 但是他离这个边缘太近 太近了 哎 哎 哎 有大量啊 就被王战军筛出去啊 黑方在这之前的三场比赛全部都是优势获胜啊 三个回合都没有跟对手周旋玩 而是基本在第一回合就结束战斗 那么今天 终于再碰到王湛军的确是 这两个人之间都是 攻击型的打法 攻击型的选手 其实王湛军的打法风格是 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他的一招一式就非常凶狠 对 一是力量比较大 二一方面比较稳 比较稳 速度又比较快 刚才又差点用一个小琴拿 还好黑方防去了 所以老师这两个回合 您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黑方凡帅心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观 我看那改观不大 因为他一直处于被动的 挨打的局面 因为从第一个会合以后 他已经从轻视上 各方面有所压力比较大 出手各方面都不是像 原来他跟原来的对手 动手那么迅速 没有那么有霸气了 对 整个气场被对方压制住了 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 弹了 漂亮 来个别身 反别身 对 现在队方有点跌不住了 东东进西 直上打下 接手小千达 我们看一瞬间 当黑房的脚站到 红黄王战军身上的时候 他的瞬间的这种反应 对 人家地点到那里点小了 第三回合结束 本场比赛不发生 王战军获得六大门派太极拳 年度总冠军 谢谢 下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年度的总冠军 王战军有写 我们有请舞台上的自卫领导 为所有更累现役的太极弟子 颁发荣誉证书 有请